晚婚对于当下人来说是常态,怎样的年纪才栓晚婚呢? 婚姻法对于结婚年龄范围一再放宽,如今只要男满22,女满20,就可以登记结婚。 看似婚姻法宽泛了,进步了,然对当下年轻人来说,20岁左右的年纪尚在大学里泡着, 栓大学也有了边带孩子边上课的个别现象,可这毕竟代表不了大多数人。 大多数人不管婚姻法如何更改,年龄如何放宽,依然选择晚婚,且数量逐年上升, 究其原因无非以下三点,跟随名音阅读来盘点一下吧, 如果你也选择了晚婚,是否也是这三个原因之一呢? 现实问题,结婚成本过高,房子,车子,票子。 结婚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从过去的结婚三大件,到如今结婚必备件, 哪一样都能让想要步入婚姻的人脱成皮, 特别是当下结婚必备件房子, 自此一项便足以让不少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, 哪怕拼上两家老人的养老钱, 很多大城市里的一套房子,也不过刚购一套首付款。 结婚成本过高,对于男人来说是压力,对于女人来说也同样是压力, 男人会认为没有房子,女人不愿意嫁, 女人会认定结婚没房子,以后日子怎么过, 不是不想结婚,而是结不起。 现实问题让婚姻感染而自, 再美好的爱情也抵不过一个现实, 房子车子票子,结婚成本越来越高, 付不起,那就对不起,不得不选择晚婚。 思想问题,同居淡坏了对婚姻的渴望, 选择晚婚的人里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, 甚至在物质上也并不欠缺,高学历,高收入, 这类人群选择晚婚甚至不婚者,不在少数, 这又是为何? 社会进步思想解放, 爱情和婚姻都可以不在意等号并排, 又谈何结婚呢? 人类思想越进步,越力越丰富, 对于婚姻看得越透彻, 有一句话一直很流行, 爱一个人不是在有,不求天藏地久, 但求曾经拥有, 思想开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了同居, 甚至于夜情, 这些情感补充淡化了爱情, 更淡化了对婚姻的渴望, 不是刻章追求晚婚, 不过是早早看透了婚姻, 少了结婚的欲望而已, 思想问题让婚姻很难迁行, 要么坚守爱情, 必须找一个相爱的, 深爱的人才愿意步入婚姻, 要么坚持独身, 对爱情对婚姻不抱太多希望, 这样的人容易晚婚, 后续问题, 婚后养不起房子, 更养不起孩子, 有人想结婚却结不起, 有人有能力结婚却不想结, 还有一部分人, 有爱情也有想结婚的心情, 可是考虑到婚后的后续问题, 又不得不对婚姻自布, 这类人类考虑最多的就是婚后生活里的一系列问题, 比如房贷, 比如孩子, 太多人都是带着房贷步入婚姻的, 为了爱情可以一起打拼, 然而如果婚后有了孩子, 生与不生如何去养, 经济能力是否能够承受, 甚至自己是否做好了为人父母的准备, 这些都是让人头痛的事情, 选择晚婚的人, 往往内心并没有做好担负责任的准备, 婚姻后续问题考虑的越多, 婚姻之路子步越快, 不得不晚婚, 不是有意晚婚, 而是责任太重, 肩膀伤心,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, 长久且琐碎, 现实又必须务实, 晚婚的人越来越多, 原因无非这三点, 当物质撞成了爱情, 婚姻就成了无望, 当一个人对爱情失去幻想, 婚姻便可有可无, 当婚姻成为负累, 谁还期盼着天藏地久呢?